黃山資靖 我是蔡英文 明年1月11號 就要大選了 大家是不是都會 回家去投票呢 今天我要來教大家 關於選舉一些英文 那我們先來看一看 在街上的朋友是怎麼說的 大家好 我是今天英文英文的特派員 波頭王 今天呢 我們要訪問高雄在地的朋友們 看他們對明年大選了解多少 當然 英文的部分多少還是要問一下 Let's go 那想請問你知道明年的大選是幾月幾號嗎 誒 糟糕 不知道 不知道啊 我知道 520 1月11 1月11 1月24 我知道1月1月11 4月4號 是不是 那是何同學 何同學 明年1月的時候選舉是要選下面哪兩個公職人員嗎 立法委員 哎呦 中了一個 立法委員 哦 答對了 哇 哇 還有 呃 縣市長 吧 呃 政副總統跟立法委員 政副總統還有立法委員 你叫投票的英文嗎 V.O.T.E. V.O.P.E. 那你知道總統的英文嗎 不知道 Pres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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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S-I-D-E-N-T 那你知道市長的英文是什麼嗎 給我個拼音 May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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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Y-O-R 政黨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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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們覺得最近高雄有什麼改變嗎 呃 什麼改變 高雄啊 對 一個一個關掉了 好 那你們平常會跟家人或是朋友談論政治嗎 是嗎 不會 朋友有的會 家人會 會 會 朋友比較多 會 會 會 我們之間就會談論 總統大選嗎 總統要投誰 嗯 最近就是有關 也是有關於總統大選 對不對 那你會回家投票嗎 明年 會啊 會啊 一定會啊 回家一投票 我會回家投票 會 必須的 然後我們今天投票的時候也要記得投政黨票 政黨票要投哪一黨 不是不是沒有問題 你不用大錯 不用大錯 我的單字 MANAWA MANAWA有什麼意思 漂亮 漂亮的意思 Friendly Nice Love吧 Awesome Peace 有個建議 Friendly Friendly 你英文很棒 I don't know Love 對 看完剛才的街訪 發現滿多人都會回去投票的 非常好 說到選舉 大家知道選舉的英文怎麼說嗎 選舉的英文就是Election Win the election 就是當選的意思 通常在台灣就會講說是動選 那政黨 我們一般都會說Party 正式一點的時候會說Political Party 大家常常在國外媒體上看到我所屬的政黨 叫做DPP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Democratic就是民主的意思 Progressive就是進步的 合在一起就是民主進步黨 這次政黨票請一定要支持民主進步黨 讓我們在國會的席次可以過半 改革可以延續 總統的英文叫做President 副總統的英文就叫做Vice President 立法委員就叫做Legislator 不過因為立法委員的工作是負責立法 所以他們有時候也會被稱作Lawmakers 市長的英文叫做Mayor 每次講到民主 應對的都是專制獨裁 我們和專制國家最大的差別 就是我們有更多的自由 但是自由 民主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 是要去爭取 需要去珍惜 需要去保護的 在民主社會裡面 跟我們的民主自由最大的連結 就是投票 所以我們一定要去投票 用身體力行 來保護我們的民主跟自由 在剛才的街坊中 我有注意到 有很多都是第一次的 要投票的首頭族 也就是我們講的 First Time Voters 我要跟我們的First Time Voters 講一段祝福的話 因為第一次投票 在民主的過程當中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Congratulations First Time Voters Your vote will help design Taiwan's future So let's vote for the future that we want 我也希望 在這個投票過程中 我們一起共同來決定 台灣的未來 這次回家投票 如果發現在家裡 或者是朋友 跟我們要投的對象 是不一樣的 或者是意見 是不一樣的 那我們大家都要保持 Rational and Patient 也就是我們要保持理性 而且要耐心 那麼用理性跟耐心 來跟家裡的人溝通 跟我們的朋友溝通 這個才是民主的爭議 最後我想跟大家分享 我對民主自由的看法 Democracy and freedom are like all sorts We don't notice them until they're gone 我們不要等到失去了民主自由 才後悔當初沒有守護它 所以明年的1月11號 我們一起去投票 一起來守護台灣的民主 今天的英文英文就到這裡 大家回家投票的時候 除了投票之外 也記得多花一點時間 跟家人相處 Thanks for watching Wish you all well And see you next time 欸先生不好意思 你方便讓我們問幾個問題嗎 總統的英文喔 我好像有點印象 是Pres...Prescent...Prescent... 1月11號吧 那你知道投票的英文是 投票 你會回家投票嗎 會會會 我會 你家在哪裡 在南投 日月潭 台灣is good 欸先生 請問你有空嗎 可以方便讓我們訪問一下嗎 好好啊 總統的英文 Chan...Chan英文 投票 我知道一個叫Puch 還是我說錯了 你會回家投票 我會啊 是你第一次投票嗎 沒有沒有 我已經投過一次了 如果這一次的話 就是第二次 小姐小姐不好意思 可以問你幾個問題嗎 可以 請問一下 您知道投票的英文嗎 沒有 那請問一下 您知道總統的英文怎麼說嗎 Bettered 請問您會回家投票嗎 一定等 投票很重要 投票是人民的聲音 人民的意志 所以我希望明年1月11號 台灣社會全體 大家一定要記得去投票 Hopeful 我認為Hopeful 就是台灣社會提供給所有的人 自由平等的空間 讓每個年輕人可以追求他們的理想目標 所以充滿了希望大家加油 謝謝您跟陳小姐 我不習慣人家叫我陳小姐 人家都叫我花媽 謝謝 謝謝 謝謝